《大臣经》里面佛说的好啊 水灾 你看现在报纸上常常报道 南北极的冰在加速度的融化 这是大灾难 联合国在前几年发布了一个讯息 说两千一本 也就是说 今年是2006了 再过几天就07了 那就换句话了 还有93年 93年之后 这个地球上再也看不到冰了 冰这个名词 就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这冰没有了 冰没有了 诸位知道这问题很严重啊 海水上升 要上升70米 预算的时候 水要上升70米 全世界靠海岸的都市通通被淹了 这个是大灾难 这个是大灾难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呢 佛说的 贪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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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感到的是水灾 成灰 感到的是火灾 欲吃 所感到的是风灾 心里头不平 不平所感到的是地震 这是佛讲的 你看你们这个天然灾害啊 如果我们没有贪心 那个冰就不会融化 水又会戒成冰了 我们没有成灰 就没有火山了 我们没有浴池 什么台风啊 飓风都没有了 龙原风都没有了 我们没有不平 心平气火 地震就没有了 你说是不是 甘音篇所说的 霍佛无门 为人自招啊 啊 啊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灾难有没有 那好像是有啊 为什么呢 走遍全世界 哪个地方的人 没有贪心吃麦 啊 贪心吃麦啊 到保护点了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什么灾难都会出现 啊 所以我们修佛的人 啊 甚至于世界上许多宗教徒 认真修行的人 都是在化解灾难 啊 啊 确确实实 古人讲的 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修审 灾难都可以把它摆平 啊 啊 虽然不能消消灭的时候 会减轻 啊 啊 百分之一了 啊 啊 这个比例在今天做不到 啊 啊 在我想大概一万人当中有一个善人 这个大概差不多 应该有这个数字 啊 真正发行 啊 啊 把自己修习的功德呢 浑向祈求世界和和平 会有效果 啊 啊 所以我们过去看这个日本江本波斯 啊 他做了一个事业 啊 日本的琵琶湖非常大 像海一样 啊 啊 那么靠近岸边上有个小的海湾 啊 这个湖 这个湖 湖的湖湾 二十多年 因为他那个水啊 流不出去 死水 所以水很臭 很脏 走到那边 人家都是沿着鼻子而沟 啊 他就在那个水边上做了个实验 找了350个人 请了一位法师 好像九十多岁的一位老法师 拜领大家做祈祷一个小时 啊 集中一面 啊 大家起一个念头 念什么呢 湖水干净了 就念这一句 湖水干净了 啊 这350人一起念了 念了一个小时啊 三天之后 湖水沉得干净了 最日本的这个新闻报纸 都大了就报道 啊 从来没有方法解决的时候 哎 他怎么自己干净了 而且继续保持着半年 啊 半年的时候又不行了 那你这个祈祷的力量你看看 三百五十人一个小时啊 能够叫他保持半年呢 这也就很难得了 啊 如果每个月祈祷的时候 那不就永远干净了吧 啊 那我们从这个 那道理说来推论的话 要引申来说呢 如果我们全世界的 这些善心人士啊 一万人当中有一个 那也就不少了 那七十亿人的时候 相当可观了 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能够真正觉悟 每一天的时候啊 做这个祈祷 希望啊 世界好平 啊 冲突化解了 真的会有效果 啊 啊 这个是很值得提倡点 啊 真正能产生效果啊 啊 那我们现在这个各家地区 多争多难呢 啊 那我们修佛的人 修道的是 甚至于其他宗教 哪一个不祈求 社会安定 这个地区啊 这个灾难能化解 都有这个意愿 所以说 虽然有人讲灾难 怎样怎样的是吧 我看 都化解了